委屈似的 主持人你应该也知道 女孩子就是喜欢骑嘛 但是我也不是真的要离 我就是要她改 但是她就老不改 我离婚到都不改 我觉得我做得挺好的 在外面忙工作回家来还得照顾你 你像 就是晚上她有时候喝水 倒一杯凉水吧 她说太冷了 倒一杯热水吧 她就说太烫了 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小事情 能够给我炒一整夜 她说的这都是特别小的事情 其实我们中间还发生了很多事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她 婚前和婚后的差别太大了 哎呀四五年了都二宝了 还听那往事干什么呀 不是因为我现在本来 带两个小孩 我就特别的烦躁 那她就是经常对我爱打不理的 要不就是不耐烦 行那咱们就从头开始说起 哪些变化 像结婚前就谈恋爱的时候 我要去哪 就不用我说 她都是风里来雨里去 就主动的接送 现在我要去哪里 她就说你自己会开车 为什么要我送 这本来也是嘛 我得要忙我自己的事情 我现在都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我不能一天到晚的围着你转吧 没多大的事 就这事啊 还有就是一点都不浪漫了 那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就送我花呀 凤孔明灯啊 特别的给我惊喜 现在我过个什么情人节啊 七夕节 我觉得这节跟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她就说 反正钱都在你手里 你想要买什么你就买什么 钱是在你手里吗 钱是在我手里啊 你拿什么钱买呢 那她可以在额外赚呢 这就有点不讲理了啊 你要允许我们留私房钱 我们可以留着私房钱买给你 私房钱呢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 有没有私房钱 没有 我赚的每一分钱 除了吃饭 喝水 抽烟以外 全部都给你了 那你上次520 你还发了个5200的红包给我 对啊 这就 红包出哪来的 我不给你了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她买礼物的钱 她还是赚得到的 还有 特别让我生气的 就是我的亲妹妹 也就是跟她站在一边 就说我禅后啊 有点毛病 我就特别的受不了 因为我家里人也不包容我 可以啊 争取广大的运营群众支持你 最多争 没有 我其实真的没有说 特意的要联合起 你妹妹一起来对付你 我知道 我妹妹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你收买她呀 怎么收买 她拿钱啊 全部都给你了吗 所以我才生气啊 她还有多余的钱给我妹妹 你怎么知道 她有多余的钱给你妹 转账记录被我看见了 转了多少钱 转了两千块钱 钱从哪来的 是这样的 她说我小姨子嘛 她想换个手机 插两千块钱 跟我姐夫开口了 我作为姐夫 必须得借吧 我没有同意 你也没有让我知道 而且我也跟你讲了 你这个借给她了 那基本上就是 肉包子打狗 那是你妹 这个妹妹向着她 你妈向谁 就是我觉得 我妈她也是 不知道要怎么搞 今天不都来了吗 来请上来 看向着谁 不是的 你们两个怎么走 都爬到那边去了 妈妈 您好您好 这您闺女 这是女婿 这您二女儿 妹妹 你觉得你姐和你姐夫 这个要离婚这件事 你赞同吗 我个人是不赞同的 不赞同啊 但是我觉得 我姐姐有点神经质 什么 你想我有点神经啊 对 她说神经质 不是神经 别想了 其实我们两个吵架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是因为你 她现在什么事 就是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然后逮谁就说谁 之前生大宝的时候 半夜三更 就打电话给我跟我妈 说她跟我姐夫过不下去了 说我姐夫不关心她 然后要离婚怎么着 后面二宝下来以后 她又 把这样的话又说了一遍 然后把电话给我妈 弄得我妈晚上也睡不好 确实我都受不了她 别说我姐夫了 真的我都受不了她 你别讲这样的话 就是是这样的 其实我受不了她 为什么 现在她住在我家里面 她为什么要住你家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特别生气 她28岁了 也还没结婚 又没找男朋友 我没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对 那是她的自由啊 是她的自由 可是呢 她又不会搞饭吃 我妈呢 就特别不放心她 所以就要在家里照顾她 但是我现在 我的二宝生了 那我自己一个人搞不过来 所以我就要我妈妈 来帮我帮衬一下 然后我妈又放心不了她 就直接把她也带过来了 所以她现在和我妈妈 就住在我家里 等于你们家人口还挺多 是的 然后房子也不是很大嘛 她住在我家也就算了 每天睡到12点钟才起来 任何的家务都不做 每天喜欢搞直播 搞到晚上凌晨三四点钟 我搞直播 我也是在赚钱啊 我又没花你一分钱 对吧 你还好意思 你赚的钱去哪里了 要不然你为什么要找你姐夫 要拿两千块钱啊 而且你现在还的吗 我就是找她周转一下 我又不是说不还 对不对 现在也没有还啊 那这是我跟她的事情 她都没有催我还 你催我干嘛 我家里面的钱 是我做主好吗 好好好 那我等一下 就把钱给你好了 小姨子在你们家住 交家用吗 不交啊 这不好意思吧 妈妈听着俩闺女儿 这么逗心里挺难受的吧 不舒服啊 啊 嗯 这要哭啊 是的 不哭不哭不哭 其实怎么说呢 我这个大女儿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我知道她怀大宝的时候 她就讲了 她前面怀大宝的时候 她都不想要这个儿子 当时啊 她就是工作嘛 但是要她选择 如果要工作的话 这小孩就要留掉 哦 如果不要工作的话 你就选择小孩 但是她这个小孩 是我要她一定选择 因为那时候 她的年龄也已经不少了 我就说还是 先把小孩伸下来再说吧 工作的事以后 还是可以慢慢解决 是吧 哎呀妈妈 你不要讲那么多 我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妹妹回家去 回家去啊 这个从离婚又转变了啊 要把妹妹护走啊 我可以回去啊 我可以回去 我回去我还自由自在呢 我还不用说你去 对不对 那你赶紧回去啊 我在家里的话 妈妈给我做好饭 对吧 我也不需要操这个心 是不是啊 那你赶紧回去 而且你不要 我跟你姐夫在吵架的时候 然后你就说我不对 说我有狂躁症 那你本来就不对啊 这是事实啊 哎 姐夫 说句话呀 其实我真的是 希望能够好好的 把这个家庭过下去 但是你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我真的是非常的伤心 哎 不好整个事啊 哎 回答几个问题啊 嗯 你跟他吵 是控制不住呢 还是什么 控制不住 你最大的委屈是什么 是因为妈妈刚才说的那个 因为生大宝 其实就有一次 这个人生的转变嘛 怎么说呢 我是那种 呃 女强人的那种性格 所以就是 现在生两个小孩嘛 对我的工作 还有我的外形啊 各方面 确实是有蛮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很委屈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 过去生个大宝 三岁的时候 差不多熬出头了 对 然后又二宝 等于又跌进了这个深渊 对啊 我现在又要三年 所以你觉得挺绝望的 是吧 绝望倒也不至于 只是我觉得 如果他能够 对我耐心一点 包容一点 那我就不会这样做 所以在家里 你总得有一个宣泄口 我们都理解对吧 是啊 所以我就 他性格好一点嘛 您不帮他带孩子 恐怕他那也周转不开吧 差不多 差不多啊 对对 但是如果把这个 自己的小闺女 一个人放在家里 您心里也不放心 对吧 对对 所以只能带在身边 对吧 是啊 家里两个男孩啊 对 你也在那家里住着 你什么感受 我也觉得经济压力特别大 觉得他们的经济压力特别大 你看 妹妹也觉得压力大了 所以我们先谢谢两妹啊 谢谢谢谢 请回啊 谢谢你们啊 请回 其实妹妹和妈妈来 无碍回忆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不容易嘛 所以今天来实际上面是想干嘛 我 今天她来 她是说她受不了了 其实 我的诉求就是 我觉得她如果 可以 按照我的想法来 改的话 那就可以 你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就是 浪漫 西行 会赚钱 不加 然后还要搞饭给我吃 然后还要收拾家务 那你 你干嘛 你干嘛呢 我带孩子 行 能做到吗 我做得到 就这也能做得到啊 我现在一直是按这个标准做的 我现在一直是按这个标准做的 但是做得不好 是那意思吗 嗯 哎呀 你这么幸福 你在我们那儿闹什么呀 你真是 不是 就是 我觉得我也还挺幸福的 但是就是她 现在就说我脾气大嘛 我没有脾气大 到时候这样的 这个事情 我觉得今天必须得解决一下 每天你都跟我吵 吵的人真的是心力焦脆 我每天出去还得要忙工作 回到家还要面对你的这样一副臭脸 真的是 如果是你觉得这个日子能够过下去 咱们好好的过 不吵架 如果你觉得真的是因为是我的原因的话 我觉得这个日子也过不下去了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就希望现场的几位嘉宾老师 还有主持人能够给我们 好好的说一说 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 到底能不能够好好的过下去 我也想听一下你的 不能好好过下去 你还要懂我灵魂是吗 如你所愿吧 你敢 来吧 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我儿子现在一岁半 我特别理解你 这个时期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我讲 你听不明白 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理解 但是你需要明白的是什么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折 是什么 本来的二人世界打破了 变成三人世界 三人世界刚刚稳定了一段时间 又打破重建成四人世界 四人世界刚刚有 然后 丈母娘和小姨子又来了 又打破重建 所以在这几年当中 你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和这种的成员的变化 把你们生活一次一次的规律 一次又一次的打破 你们需要打破重建 打破重建 所以人都是在慌乱的过程当中度过的 你肯定这几天过得特别兵荒马乱 觉得可能连一个安稳的觉都睡不好 每天白天起来都觉得 这怎么又到一天了 而且特别紧张 有紧迫感 你也不知道压力从哪来 外面工作一大堆 回家以后孩子哭闹 老婆又是这副脸 你肯定受不了 对 但是我该怎么劝你呢 就 确实挺难的 就顺着我就好了吗 不是 我跟你讲 女人需要的有的时候 就是一句温暖或者说窝心的话 你有的时候 动作做没做到没关系 但是你话到了 我们就会高兴 把我们当孩子哄 就好了 还有一点 我建议你啊 确实可能现在条件不允许 但是想办法 过一下二人世界 我的意思是让你找到 你那个时候的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你的心态 能够回到那个时候 能够想到 他的好 因为你先想到 他的好 你才能理解 他现在的不容易 就是沙娜老师 半年前一年前 在家里也像你一样 今天他走出来了 对 我走出来 我走出来 这个身体的状态了 就因为当时 我就是这样 然后我先生就带我 出去了一趟 我的心态也有变化 他的心态也有变化 就是在 因为二人世界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抛开了所有周遭 让时间慢下来 你有时间去思考很多东西 人的思路也会变得清楚 就我们先停下脚步 捋一捋这些事 我当时也是 坐月子的时候 我产后抑郁了 全家人一家子 开开心心的 我就基本上 三十天到四十二天 就每天不同理由哭 我老公都吓傻了 但是真的 就那种状态很难受 你自己也难受 但需要的是什么 自救 看很多的书 利用减碎的时间 去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最重要的 就是开始做计划 我在什么时候 要付出工作 哪怕我做不了 以前的工作 但是我要想想 如果我做不了 以前的工作 我现在能干嘛 就做自己以后 人生的规划 当你一步一步 把自己充实起来之后 一点一点的小目标 在实现在完成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 眼前的每一个人 都很烦了 那个状态就走出来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现在回想我那个时候 我真的就挺心疼 我的家人的 能忍受那么神经病的我 我希望有一天 你也能像我这样 就回过头来回顾 一下理解到 丈夫 妈妈 妹妹的不容易 好吗 加油啊 谢谢 谢谢刘娜老师 你要坚强啊 咱别又走回去了 勾起伤心事了 来来来 但是我觉得 女孩来这儿不是听这个 就是 女孩来这儿是 找帮手 所以我先替你说的 你真那么完美啊 你真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 在家里头有俩帮手 今天到这个舞台 就是说我要让各位专家去 观众们评论 到底谁错哪儿了 对不对 谁错了 你错了这么多 这么多这么多 我在外头这么辛苦的工作 每天都要跟我吵架 对不对 我告诉你错哪儿了 你就错在了 你始终在找帮手 恰恰 伤害了你老婆 你老婆一直是觉得孤立无援的 你看你们三个的站位 你们仨站在那儿 她站在这里 身材走样 却不能减肥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还在晕着二宝 以前她依然爱美 但不能化妆 为了孩子的健康 以前她是 所有的人的 目光的焦点 现在呢 孩子 尿布 奶粉 对不对 你想想她那种感觉 你有体会到吗 她现在需要的是 跟她站在一起的人 同时呢 我觉得 除了你听 沙大老师讲的 自己调节以外 你真是需要人 帮你一起调节 但是坦白的说 妹妹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其实她增加了 你们家里的负担 她扰乱了她的心态 所以说 如果可以的话 姐夫 小姨子听你的 请小姨子 暂时先离开你们家 妹妹如果做得好的话 她应该为自己姐姐 多空怀心 多劝劝你 而不是说姐姐 明白吗 所以说你要明白 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 就这样 谢谢 你有一个对你 无限宠溺包容 随教随到 心甘情愿 绝无怨言的母亲 你有一个 愿意给你排忧解难 当你帮手的 好岳母 固然 是 我们在产后 激素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 生理 心理 会多少引起 所谓的焦虑 但是姑娘 我们不能一直 拿这个说事啊 我们在 身体不舒适 心理不舒适的时候 如果再无限地放大 结果是什么呢 只能是你压得越重 反弹得越严重 所以你看现在 闹得不可开交 这就是你放大的焦虑啊 你选择了 做两个孩子的妈妈 你就要承担这一切 照顾好孩子 再逐渐发展自我 你这么焦虑 影响的不仅仅是他们 我其实特别担心 你的两个宝宝 妈妈爸爸天天吵架 这两个孩子虽然小 他会感受得到的 焦虑的母亲 就会带出焦虑的孩子啊 你不担心吗 我多说一句 我想跟妈妈说一句啊 你们的母亲 非常的伟大 但是 你们的母亲 有些让你们家庭的关系 边界不清 我也希望妈妈 这个年龄了 姑娘 让妈妈适当地 放松放松的 你们的日子 尽量自己过 还有你那个妹妹 小姨子 二十八岁了 自己的生活 自己过 不要再贪恋着母亲的照顾 所有人的边界不清 导致整个家庭混乱 一切都清晰了 自然你们就能回到 本身的角色当中 做好自己 谢谢 好 谢谢严老师 来 胡老师 看得出来 其实你是有点 看不上妹妹的 你希望妹妹搬走 因为妹妹增加了 家庭当中很多的 烦恼和关系上的矛盾 那如果妈妈 跟着妹妹一起走呢 所以我就 虽然有用的留下 没用的给我走 你是一个很实用主义的 对吧 让你妹妹走这件事 绝对不能让她去说 也不能你来说 而应该妈妈来说 你应该跟妈妈说 家里面太小 妹妹也应该有一个 独立的自由空间 校正自己的作息 并且考虑自己的大事 不适合住在这 但绝对不能由你们俩开口 你们俩要是一旦开了口 这梁子就结下 而是应该让妈妈去说 除了刚才所说的 那种方式方法 让妹妹出去 让母亲来说 还有你和她之间的矛盾 这些解决方式之外 你首先应该修身养性 在有了孩子之后 一个女人应该更加懂得 怎么为人母 怎么为人妻 怎么为人女 所有的男人 大概都会想到一点 我即便团结了你妈 和你妹妹又怎么样 你应该不会生气的 因为那是你妈 你妹妹啊 表面上他们站在我一边 但实际上跟你 是有血缘关系的本来 你不会生气的 你肯定是这样想的 对吧 而且还衬托得出 我像个模范丈夫 但事实上 你不理解女人 其实越是她亲近的人 越朝着她捅过来 她心里更难受 因为我四面楚歌啊 借钱给小姨子 说白了 你就是在讨好 你是真做好人吗 你是没有界限 我承认 你这样的姐夫 确实是不错的姐夫 但是 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 你被别人捧得高高的 她被别人压得低低的 你高兴 夫妻之间 一荣俱荣 一损损 要说两个夫妻都好 那才是真的好 只要把一个说得特别好 一个特别不好 其实这夫妻关系就一定恶了 所以你也别沾沾自喜 任何事情得有主有刺 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 你妈她妈还有妹妹都是外人 我特别赞同刚才沙纳所说的那个观点 短期的一日游 二日游 两人出去 把那个空间交给妈妈和妹妹 让他们过自己的日子 你们出去 散散心是很重要的 时常的夹杂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 什么关系都理不顺了 所以说你变得可爱起来 你任何事情都要跟老婆有伤有良 至于那个妹妹自动自觉地搬出去 不要再添乱了 听见没有 其实你们俩挺幸福的 这男人也不错 你想想看 你妈你妹妹全住在这 虽然妈妈也帮着带孩子 但这男的也没什么怨心 在这舞台上 好多男人特别尽尽计较 都住在我们家 也不叫一分钱 这男的算不错了 听见没有 听见 祝你们幸福 你那个心直口快 也就那样了 让你改也改不了 你吧 有什么就直接撂了 别弯弯绕 你太绕了你知道吗 太绕了也不好 我很奇怪 你玩这干嘛 挺幸福的 后来我想明白了 他们是借个机会来旅游的 现在舒服点了是吧 你们把怨气都说了 就舒服点了 妹妹也没别的意思 要住还是可以继续住 只要这姐姐有这个脑子 能把这事滤平了 也行 就害怕 稀里糊涂 压力挺大 加油吧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这一趟来得特别的值 说到我们俩 所有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我希望 在今天之后 能够真正的认识到 我们自己的错误 然后 尽量的 体谅一下对方 其实我们真的是一个挺幸福温暖的家庭 我希望能够和你一直走下去 我以后 不会对你谈那么多脾气了 然后 其实我 讲离婚什么都是假的 我不想跟你离婚 行了 没事了 别叫那么大的汁 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请开门 他拿着个劲儿 哎呦 快去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这儿子不好带 这真的不好带 来吧 见证属于他们的辣卖时刻 请见证 好 好 好 你 好 っ